随着立冬之后温度的下降,我们很多温室里都开始放棉被了,但是很多农户就发现,落下棉被之后,棚里边的这个蔬菜土长得特别厉害。 这个就是我们管理的温度高了。 我们放不放棉被,包括棉被放到程度,一定要看我们棚里边的温度。 像月冬茶定值的西红柿,现在这个阶段正是在敦苗期,也就开花之前,甚至有的刚刚到开花期,在这个时间短你的棉被就不能放得太严实。 如果放得太严实,就会导致夜温过高,夜温越高,蔬菜在夜间消耗的养分就特别多,消耗的养分就全部都长秧了,所以这个是秧子望长的主要的原因。 棉被放得过严,导致夜温过高,针对这个情况,晚上到早晨起来,你看这个最低温度在10度,不超过12度就没有任何问题。 如果要高于这个温度,那我们要么不放,要么放一半,要么你就晚点放,或者说就开着风口放棉被,总之我们这个棉被到底什么时间放,放成什么样。 这个一定要根据我们平时的保温能力来决定,你记住了吗?